2020年1月30日下午,彼者来到位于经济道平泽市彭承义课设里的平泽乡校。 平泽乡校始建于1445年,四松27年,1983年9月19日,被指定为经济道文化遗产资料第四号。 朝鲜初期建造的平泽乡校因平子乎乱而严重崇毁之后,经过多次终修,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曾一度被用作农民学校,艾三盟被拆除,1970年以后被重新修复。 建筑物构造是前学后庙,作为奖学空间的明龙堂在前,作为祭祀空间的大成殿在后。 踏入平泽乡校正门,能看到正面的明龙堂和两侧的东宅西宅,明龙堂正面五间,侧面两间,明龙堂后面是大成殿。 平泽乡校大成殿里供奉着孔子、孟子等五圣,宋朝二贤和朝鲜十八贤的排位。 每年为孔子等祖教进行祭祀活动,在春秋两季以彭承义铺神义圈德面鲁林卫中心举行,每年初一和初五举行奔乡活动。 拼着乡校在当地定期举行拼着乡校文化节活动,期间进行古代科举制度考试体验和传统农业舞活动来穿播传统文化和历史,同时也积极地普及儒家文化。 是当地百姓学习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究竟空间。 今天来到拼着乡校,见到负责人,带领我们解释拼着乡校,并赠送给我们拼着乡校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ιά Vedelt